高雄警方获报说有修旅车停在马路中央查看之后发现是驾驶不升走力 当时警方破窗了一抢救 果然经过九侧之后发现是驾驶九侧值抽标 而如今的救援过程曝光了 一旁两位年轻的天菜园警长相让不少女网友歪楼 就连万圣节的游行也特地到派出所前要求要合照 不可惜的是这两位园警尽管单身但都已经死会了 一号上午九点多的上班尖峰时间 一辆白色绣旅车却挡在马路中间 后方公车都必须绕道而行 警方获报到场查看发现驾驶在车内呼呼大睡 警方将他叫醒他还不小心松开刹车 让现场陷入一阵慌乱 车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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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在动 还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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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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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了 惊险过程中却有两名年轻远景的天菜长相 让不少女网友歪楼 站在车旁边的这位猛一看有韩国欧巴的味道 另一位则是带有连家男孩的小清新 万圣节当天大批民众扮装来到五福二路派出所 除了来参加活动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天菜远景合照 两位云景在万圣节活动成为焦点 其中这位韩戏欧巴陈丽阳 二十三岁 从警才三年 另一位邻家男孩林志江 三十岁 从警已经有九年 两个人虽然都还是单身 但都已经死会 年轻远景替派出所注入心血天菜长相 以让女性民众更乐意踏进警局 记者陈立国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